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快在这里 今天要来的游戏呢 一样是王牌战士 然后今天一样是火花 这个 最近啊 突然迷上了火花 我刚开始 玩的一个角色呢 最爱玩的是默感 然后后来慢慢的变成了 火花原因是因为 我哥觉得默感啊 比较难受 所以说火花呢 只有护盾和这个 伤害技能 哎 其实火花最主要的就是他有一定的这个技巧 因为他上子弹的时候需要去按这个白条内 然后来快速 混子弹啊 现在呢也是被对面直接带走了 其实火花他不能当做重装用就比较难受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其实火花如果说当重装用啊 确实是需要装甲和 装甲这个天赋加上这个护盾 两边同时用然后还得 描的比较准啊 这样的话对于他的要求就太高了 这个对面有人一直在 在这个极角去骚扰我家的人 然后一直利用我的 普通攻击去骚扰对面 但是由于我这个 伤害不是很高 所以说不要费劲啊 这前面有个人 我上面这个人我能给他带走吗 没有换掉 我比较难受 这时候其实就不要想着跑了 就是换 因为跑是跑不了的 你只有换才能好用啊 现在呢其实 稍微想想 这防暴盾我是能帮助队友清掉的 清掉这个 防暴盾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让队友去被这个防暴盾阻挡 因为防暴盾在撤退或者是进攻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难产的 对手啊 但是伤害是足够的 现在呢其实也是直接击倒对面 火花其实在面对 这种角色的时候就比较难受 他比较不擅长去 呃面对 呃这些比较灵活的角色 现在呢也是继续向前 呃 看一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人啊 然后先看一个装甲 因为我需要用装甲去 扛一下对面的一些伤害然后没有想到对面直接被我家队友清掉了 感觉这把好像 挺难但是也不太一定 哇 我和对面这个人呼唤了 这个比较难受啊 这我没想到我竟然被他打死了我这 扯进了半天我看感觉他血条都怪清零了我这血条一点没动我护盾一掉就死了 哇哇哇这上面有个人然后帮助我家队友加他清掉 对面老兵特别会找位置啊确实会玩 现在呢也是直接将他几啥但我又被换了为啥呀 这也太难受了不是我到现在都没太想明白为什么能跟他呼唤呢 完了我心态炸了 哎我确实是炸了我这个我现在就是满脑子核击内部怎么能被换掉 这个新出的这个重装伤害有那么高吗我之前其实做过一些这个试玩啊但是我做的那些试玩我个人觉得伤害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因为他本身的伤害除了普攻以外就是用护盾去推人但是刚才他没有护盾啊因为他护盾之前是被我家 用这个技能给清掉了 我又看看这个防暴饼了直接看看能不能将他带走直接将他带走了我呀剩余两次击啥 我现在呢手里有一个装甲然后捏着一个大招扛看队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但是我估计费点劲我现在直接开启这个大招去换对面 我直接给对面傻了但是还差一个人头估计我队应该是拿走的 比较难受啊 哎那本期视频的到这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游戏的演唱王派战士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时候扩二感谢你的本次观看让我们下次再见 啊